嗨大家好我是小白 今天我們就來實況我們的礦風物 我們今天就來看能不能做一個自己家的蜜蜂蜂巢吧 我們上一集遇到的這個蜂窩目前已經蠻窄了 我們就先來這邊熏一下 然後我們就把它給剪下來 有嗎有有掉 欸有掉三片 剛好剛好可以掉三片 那這個就敲掉 因為如果不敲的話它會變成那個什麼 就是蜜蜂會永遠都不能進去的意思 我們就順便把 我應該說我們順便把我們這邊的蜜蜂給都帶走好了 這要怎麼 好像要等它出來對不對 我們先我先回家 然後把我的那個瓶子都拿出來裝那些蜜蜂 我們就可以把蜜蜂完完整整的帶過來了 對來吧小蜜蜂啊 啊完了現在好像是傍晚 傍晚應該會回家對不對 我記得好像有隻蜜蜂走私欸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迷路過的經驗 我自己的話是沒有啦 就是因為畢竟 呃 呃 方向感挺好的 就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迷路的經驗 對 還行 對 就 還可以 我還沒有那麼老 大家有沒有小時候 可能跟媽媽牽著手 跟爸爸牽著手 牽著手 就不知道不知去向的那種情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我 給大家看一下究竟迷路之後該怎麼辦 或者是找警察 阿貝貝之類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不知道 突然想到 突然想到 好現在是白天 我又回來這個地方 我在等蜜蜂 呃天氣好之後趕快出來 欸欸出來了抓起來 來再一隻 快點 請愛滴 蜜蜂 你要出來了咩 我有種方式可以讓蜜蜂快點出來 就是我故意 就是 阿有了有了 出來了出來了 嗨 抓起來 裡面還有一隻 這裡面還有一隻蜜蜂 可是那隻蜜蜂好像剛採蜜也才剛回家 所以可能沒有那麼快可以做事 我們利用原版蜂槽呢 再加上 三塊木板 我們就可以做出一個橡木蜂槽 這個就是原版麥塊的 然後橡木蜂槽呢 一樣就是可以讓我們做成這個東西 橡木蜂槍也可以直接升級成這個東西 所以 我們如果以不升級的方式 來直接 呃 直接那個叫什麼 呃 採集蜂蜜品的話 不知道行不行欸 不知道可不可以欸 因為 我們先保留這個蜂槽 因為我在想說 我們利用原版的蜂 蜂槽做成橡木蜂槽嘛 然後這個橡木蜂槽 應該是可以讓我們點右鍵 然後就可以拿到蜂蜜品 應該是這樣子 對 應該啦應該啦 反正我不曉得 我們就試試看吧 嗯 蝴蝶的妹裡 這是 喔 只有一顆星欸 應該算是鳳蝶的一種吧 完了 我現在最近好像不知道什麼 一直要玩蜜蜂 導致我 有時候會有點幻聽欸 我一直聽到 我一直聽到 我一直聽到翁翁聲 就 感覺自己好像 這附近就有蜜蜂在旁翁翁叫我一樣 完蛋了 就很像是 呃 有點像你半夜然後被蜂子吵醒 然後 你自己在那邊 手手亂揮揮揮揮揮揮 之後發現醒了之後 其實根本就已經沒有蜂子了 不過有時候欸 你是 欸 原版蜜蜂欸 欸 是你欸 你家在哪裡 帶我去 還是你是 欸 有一種情況就是 這附近也有一個蜂巢 要不然就是一種情況 他就是我們在上一集 失聯已久的那一位 失聯已久 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回家的那一位 那一位蜜蜂先生 好不好 走 我們來去把這個蜜蜂 裝在一個 新的地方 我看一下要在哪裡 挖新的洞 來裝我們的原版蜜蜂 嗯 嗯 這一袋好像都 這 這個 可以挖過去嗎 啊不行他有機器 這一邊 欸 這裡嗎 挖進去不要啦 好亂 還是從這邊啦 啊這裡好了啦 這裡 這裡蓋一個大尖的 挖一個大尖的 深 深坑 然後裡面就裝原版蜜蜂 然後這家種草這樣 做一個天然的小環境 然後裡面就可以有大量的 原版蜜蜂 希望可以讓我們大量的採 蜂蜜品 主要是我要蜂蜜品 我只想要 一個簡單的蜂蜜品 這個小小的要求 不會太過分 太容易壞掉了吧 我們先去做 一個上 這樣子 我們先來做蜂巢 我們先來做蜂巢 放這樣 像這樣放 這樣子就是項目的原版蜂巢 這樣就剛好一個 然後 對我去拿一下玻璃 OK 嗯 放一個在這邊 然後 送點花花草草 看一下 看以後我們有沒有辦法拿到絲綢之處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那個 三隻 如果有絲綢之處的話 我們往後啊 自己就可以 呃 在裡面就是 直接放一個草地 然後它就會延伸過來這樣 慢慢的就會比較綠意 綠意盎然一點 對對對 找到了 找到完整蜜蜂 再來就是 我們就等它自己 繁殖的數量越來越多 我們可以拿花 欸對齁我們可以直接拿花 讓我們的蜂蜜繁殖 這樣的話它的數量就會比較多一點 嗯 你要去哪裡 你的蜂巢在這邊欸 哈囉 它一定會 找到它的未來蜂巢的 你看它找到了 是是是 等這個完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收集我們的蜂蜜品了 我們就會有電 有的電我們就可以無限循環了 永遠都不用再擔心 沒有電的問題了 只不過因為它數量還很少 所以 慢慢收集慢慢收集 不要緊慢慢收集 好先把一些沒有的礦石都先堆進去 然後 我們目前也還沒釣魚 所以我們天空龍蛋 目前還沒辦法養 找時間來去釣鴿魚好了 然後這是加速的 然後 煤炭麵包 我要吃 這是 樓下的 我們 我來看看我們現在等級 現在才32 我再去練一等 然後呢 我們來做一下那個什麼 嗯 刷怪區 我們新的刷怪區 對對對我們新的刷怪區 我們上次我們上一集有找到那個嗎 有找到那個僵尺的 我們就用僵尺的來改造 我們就可以拿到更多經驗品 我們就可以附魔更多東西 來讓範圍更大 對不對 我們的那個什麼 植觸區 終於不用再這麼小一個了 我們就有更大的植觸場 對不對 啊期待期待期待 走走走走 我們先去升等 OK 我們來做個 魔法書 我們來升級我們的範圍 一個是殺怪範圍 一個是 就是經驗吸取範圍 對 這兩個 然後 這一個再放在這邊 好 基座區域範圍 有 這樣的話是等級3 再放一個 OK 這樣兩本27等 然後清金石就紅回去 好 兩本 然後我們去把 原本的這個拆下來 不要了 你的範圍太小不拉基了 不要了好不好 怎麼小一個 我也不需要 喔這個好 還有嗎 沒了那我要拆掉了 OK 瓶子也不要這個 拆掉 裡面的生怪 生怪中要留嗎 擦掉好了 反正東西隨處可見 沒差啦 OK 哎唷哎唷 哎哎哎 啊啊 喔忘了忘了 自己掉下來自己也會那個喔 也會被攻擊喔 喔完了完了 這個 然後呢我們回去 升級一下晶片 我們要升級 殺怪 殺怪範圍 跟我們的經驗吸取升級 這這兩個 對這兩個 我看一下 有下範圍移動數量 然後這個不用 這個不用管的 這個是慢慢製作而已 走 我們回 home 走 OK 現在是晚上這麼快 等級27應該夠吧 夠啦直接升 升級這兩個晶片應該是夠 把這個書本給準備好 好先升一個 丟進去 然後 丟進去 然後 吸收我的紀念值 總換成高級晶片吧 快點 快點 有了 然後換下一個 你再加上 不是啊 你那麼快 等下 好 我的紀念值 1.1滴 的小好雕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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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來放我現在變多少 九成九 欸很大 欸好了好了好了 OK 我看一下喔 基座有三個 箱子 一個瓶子 這個不用 這個應該是這個不用升級 只需要這兩個就好了 OK我們去 殭屍的 生怪區 改造一下 這邊都先擦亮嗎 我在想 這邊其實可以 直接往下挖就好了 對因為反正他們會生怪嘛 啊生怪的時候就順便直接就往下就好了 對 然後我們先把 四個角的 不要挖掉 因為主要是 先來讓他控制他的生怪量 對 主要是控制一下 不要讓他生太多 來 我們把周圍全部都往下挖個 下降兩層好了 喔 可以可以 然後 我們就把 基座一個放這邊 然後 一個放 這邊 這樣子應該就沒問題了 會吸經驗值 然後 又會 打怪 我們可以先把經驗值先放在這邊 然後他吸起來的經驗值呢 我們就把他抽到外面去 我們先把他抽到外面去 我們先把他抽到外面去 抽到 這邊好了 應該範圍是夠的 我們試試看 這邊 然後 這樣子 然後我們用魔杖連接一下 喔 可以連接成功 這邊的經驗值吸起來之後呢 就會傳到這邊來 我們就把瓶子給丟進去 這樣的話他就會幫我們做了 製作東西 這個就敲掉 哇 背包爆滿了 這兩個 嗯 算了不要理他 就這樣子 然後 上面這邊可以鋪個半磚 喔 我這邊零食 哇 不行還是要先回家 好 我想說先 這邊看能不能零食做個半磚 可以 還是要回家做才行 殭屍 回來 然後呢 在他上面鋪個半磚 這樣子 他就不會在上面生怪了 然後再來就是 把這個地板給疊起來 然後 最重要就是 要先把這四個角給敲掉 我們就開始塞 攻擊型晶片 這攻擊型晶片目前他的範圍已經變很大 所以我們直接要 小心一點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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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出去讓我出去 噢 OKOK 不要太高近 不要太高近 OK看一下 好痛喔 喔 喔喔喔 喔 好大 他的範圍好大 上面好像好像好像到這邊來 有了再扛快 再扛快了 不要太高近喔 有有有有 他這邊 他這邊應該是 他這邊應該是有在吸吧 他這邊應該是有在吸吧 有啦 今天只看起來是有在吸啦 只不過東西都會掉落在裡面就是 不能太靠近欸 噢好痛 好像不可以到這邊喔 這一個 這一個沒事 但這一個就會有事了 欸這一個也沒事 好 噢 這麼久才能夠做一瓶的嗎 噢 噢 怎麼看起來好像沒有傳出來的感覺 還是我弄反啦 等一下喔 噢好痛好痛好痛 痛痛痛痛 我先吃飽再吃再再再下去改 應該是要 噢 有用嗎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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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啦 噢 差點被批死 先回血先回血 我覺得我應該先把那個晶片給先停下來 不然他好痛喔 OK 先停下來 太痛了太痛了太痛了 太痛了太痛了 噢 OK 我要確定一下是不是我弄錯了 啊有了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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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 可是他們會互傳欸 先等一下先解除一下 喔 喔 喔 欸欸不對反過來 咦 等一下等一下 冷靜冷靜 這樣子是解除連結 那 如果說我要這樣子呢 啊有了有了傳出來傳出來傳出來 不對這樣才對 對我剛我剛弄反了我剛弄反了 我剛弄反了 OK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了 沒事了 走開啦 然後再來就是把 攻擊晶片裝回去 丟 呃我的台座 我台座沒撿起來 有了 OK 然後我要 快跑 噢 噢 噢噢 耶 噢好多喔 好多喔 原來已經累積這麼多了 這敲掉 噢 噢 OKOK 敲乾淨敲乾淨敲乾淨 噢 這個範圍大概是這裡吧 這裡 箱子的前面 這邊前面不要進去 一進去就只有被電 好痛喔 欸這樣子就可以等他 就可以這樣 讓他自己這樣子累積 累積瓶子了欸 噢 讚讚讚讚讚讚讚 噢 這個效率多好啊 這效率比我們 比我們上次用那個什麼蜘蛛的還要好很多欸 有沒有 這樣子 而且他重點是 他是環 他是全體攻擊 而且範圍也加大很多 你看完成 來免費喝 我請客 噢 好用好用 很讚很讚 繼續 可是 瓶子好像很容易消耗掉 還蠻消耗瓶子的 沒關係沒關係 這這這這這個 再也就啊 不管他不管他 噢讚讚讚 OK 我覺得今天的實況 插到這裡給大家一個段落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午再見 掰掰